讨好型人格的特征首先就是很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敢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害怕说出后被别人孤立 其次就是不懂得拒绝 害怕自己拒绝别人之后会被他人厌恶 感觉自己拒绝别人像是犯了千大的错误 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还会格外细致 再者就是没有原则的去迎合他人 经常会说你说的对没错挺好的 殊不知这种一味的讨好他人的相处模式中 会让自己更加无法赢得他人的尊重 其中一下三个星座的人是比较容易成为团号型人格的 一双语座 双语座的人都是比较善良性格较为软弱 在做什么事情前总是会为他人考虑 不会拒绝他人 二白羊座 白羊座的人是比较没有主见的 性子较软 做事情既犹豫又害怕得罪人 有时候即使自己吃亏也不会让别人吃亏 三射手座 射手座的人心思细腻敏敏感 没有主见 有时候别人的无心之举 他们就会产生很多的想法 每天总有操不完的心 总是为别人着想而忽略自己 而想要纠正这样不健康的心态 首先是要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 勇敢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不可以无原则地去讨好他人 多为自己考虑 给自己一点信心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